周家太太 约我去喝下午茶 你告诉锦西 让她收拾一下 一会儿跟我一块儿去 是 苏小姐 方叔 奶奶 奶奶 这是我亲自做的一些小点心 你尝一尝 给我提点意见呗 好好好 我来尝尝苏小姐的手艺 嗯 怎么样 真好吃 比外面卖的 味道多好吃 谢谢奶奶夸奖 对了 奶奶 我一直住到现在 都没有正式向您道歉呢 你是锦西的表姐 那歉什么呀 那我这么大一个人 在这儿住了这么久 那肯定是麻烦到你们了 不麻烦 不麻烦 奶奶 我那天逛街 亲自给您挑了一份小礼物 希望您能收下 那怎么行啊 我这做长辈的 哪能收你的东西啊 奶奶 我知道你们什么都不缺 但这是做晚辈的 一点小心意 你要不收下我会难过的 好好好 那就谢谢你了 老夫人 莎夫人出去了 出去了 她怎么也不打个招呼 算了吧 没 奶奶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我可以帮忙的 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一个老姐妹啊 约我去喝下午茶 本来是想让锦西呢 跟我一块儿去的 苏小姐啊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那我确实是大邪人一个 但是奶奶我要去喝事吗 有什么不喝事的 不就喝个下午茶吗 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 陪我一块儿去吧 那好啊 奶奶 你就带我出去掌掌见识吧 好 嗯 怎么能让顾齐成讨厌我呢 她那么好 我真的不忍心让她失望难过 可是我要是不按照 贺锦西说的做 就再也看不见妈妈了 这就是我的那些老姐妹 托你口服 你呀有口气 你不老可太来了 我也太疼了 你来啊我来吃了 来来来 坐请坐 来来来 坐坐坐 顾老夫人 你可没来吃 今天呢 是我们提前来了 你要来 这不你看看 我们都提前来报道了 奶奶 您喝茶 好好好 好 这小姑娘长得这么漂亮啊 老夫人 一定是您的酸媳妇吧 早就听说我们的顾老夫人 找了一个沉心如意的儿媳妇 一直没见过面 今天这一见面 真的是漂亮又大方呀 是吧 有福气呀 哎呀 你们都误会了 她不是我的孙媳妇 她是我孙媳妇的表姐 刚从国外回来的 我的孙媳妇呢 今天出去有事了 我呢 怕把她一个 扔在屋里无聊 我就把她给带出来了 是是是 你们不见怪吧 这是哪儿话呀 表小姐长得这么漂亮 老夫人啊 那您的孙媳妇啊 一定差不到哪里去 等您孙媳妇有空啊 带回来给我们看看 我们大家可都准备 见面礼了呢 见面礼就不用了 等有机会呀 我把她带过来 给你们看看 好 一定的啊 来 来 来 喝水 好 好